可以喔 採一心二葉喔 太老的就不要採了喔 下面這邊的茶葉啊 顏色啊 是比較深的 然後如果是剛長出來的嫩芽的話呢 它的顏色會跟我們的葉子的顏色怎麼樣 有差這個就比較淺了對不對 所以比較深的那就不是 它就是已經很老很老的 我們就不要採 小小學生帶著斗笠 在太陽下認真的採收著一心二葉的茶葉 並將採好的茶葉集中開始揉茶 各個小朋友仔細聽著製茶葉者的教學 學童在親手體驗製作過後 才發現原來製茶工作 都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我們為了準備百年校慶的伴手禮 手作紅茶 老師帶著我們參與採茶與揉茶的活動 採茶時花了很多時間才採了一點點茶葉 揉茶時手又很酸 我覺得這項工作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希望來參加百年校慶的來賓 都可以用心品嘗我們所做的茶 我們是因為為了百年校慶的伴手禮 手作紅茶 老師也帶著我們全體同學來一起體驗採茶和揉茶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體驗到爸爸媽媽的辛苦 就是彎牙下去曬太陽然後在採茶的時候 雖然非常辛苦但是可以體驗到爸爸媽媽的辛苦 讓我覺得非常感恩 非常感謝的爸爸媽媽可以這樣撫養我長大 適逢瑞竹國小一百年校慶 學校特別安排校內的學童製作茶葉伴手禮 從採茶、揉茶到製茶 學童全程參與 除了為校慶做組準備之外 也達到育教餘樂的效果 瑞竹國小校長陳元宏期盼藉此活動 能充實孩童們的校園生活 因為平常我們學區的家長都是採茶、種茶、製茶 跟茶葉有關的生活 他們的就業市場就是這樣 所以本校在課程結合的方面就是結合地方產業 這一次辦理體驗影主要就是要讓小朋友體驗採茶的辛苦 製茶過程的勞累跟要有細心耐心的精神 一方面感念、感恩 知道家長做茶、採茶的辛苦 這樣一來我們小朋友就才知道說 以後會知福、喜福還有感恩 甚至於我們希望說 他以後能夠回饋母校或者是社會國家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最大目的 竹酸鎮瑞竹國小今年新逢百年校慶 校方為了感謝各級長官以及校友 長期以來對於學校的付出與關懷 特別結合了在地產業特色 製作了茶葉辦手禮 並由該校的前家長會長負責傳授教學 然後一開始我們就輕輕的轉 越轉以後你就會發現它茶的汁液也降 一直跑出來 會變得比較柔軟以後 你的力量要越來越大 再來就變這麼小 然後這樣弄到後來它會結在一起 結在一起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再把它弄鬆 好弄鬆以後再一次 就這樣一直做 揉到茶葉它變得捲捲的 然後它現在是什麼顏色 綠色 綠色 我們手做紅茶要揉 要揉到它變一個褐色或紅的 最少都要像你們衣服的顏色 就讓它有綠色變成顏色以後 才可以發酵知道嗎 由學生們親手體驗 制茶的過程 並仔細聆聽茶農教學內容 醫院蔡玉柱表示 希望透過實地的體驗操作 能加深孩子們對於家鄉 產業文化的情感 瑞足國小新逢 今年百年的校慶 有一系列的活動 這次特別由學校的老師 帶領我們這些學生 到我們在地的茶區 來體驗手工做茶的整個過程 這些師生也都非常的用心 來學習怎麼製作這個茶葉 特別把我們在地的茶產業 能夠做成我們的伴手禮 也特別會在這次的百年校慶 來做成這個小禮物 給我們與會的所有的嘉賓 也歡迎各位能夠歷臨竹山鎮瑞足國小 本人也是學校的校友 加上前幾年 孩子在這邊讀書的時候 都當家長會長 所以跟學校的配合也是蠻密切的 知道有這個活動以後 是我主動提議說 我們可以來讓孩子 參與家鄉的產業 有一點體驗 知道自己的爸爸媽媽9062在做什麼 或者是說 以後如果想從事這個行業 知道他的辛苦這樣 然後在採茶的時候 我們教導孩子說 怎麼把茶採乾淨 就是採一心二葉 然後知道說他的爸爸媽媽 平常在工作的時候的辛苦 知道不能夠浪費錢 浪費時間 或者再來就自採的時候 然後讓他們知道茶葉的變化 怎麼從茶清變成我們喝的茶 他的過程是怎麼樣 還有他的一些製程的變化 對品質所產生的影響 就希望能藉此教導孩子知道 要怎麼收貨 今天怎麼摘的道理這樣 你就把它丟掉 然後乾淨的拿回來繼續 然後假如有些跑出去的話 你就撐這樣子 把它收進來 對於學校舉辦紅茶體驗營 讓學生們走出教室 實地參與體驗採茶 一位許素霞表示肯定 希望結合在地的茶場業 與學校推展茶道課程 能培養出學生的愛鄉情懷 生活在茶鄉的小朋友每個都好幸福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地的 不管說我們的教育還是說我們的一些社區 我們永遠跟我們在地的產業結合 那今天可以看到我們南投縣很多的 有茶山有自茶的這些鄉鎮 還是這些學校等等 他們很多課程都融入在我們的一個 讓孩子來學習自茶的過程 還是說一些茶道藝術的這些傳承 所以我們今天在瑞祖國小可以看到 我們老師我們的茶道老師非常用心的 在指導我們孩子們如何來泡茶 然後講解到各項的茶葉 它的一個區分的不同點 像瑞祖國小我們的校長 他可以借用我們會長夫人 還有我們所有的志工朋友的這些 他的一個重要的專長 然後融入到我們的學校裡面 來讓我們的孩子來認識在地的這種產業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看到孩子他們在奉茶自茶喝茶的這種過程當中 他們不只說學習到課程 那其中還有跟彼此來做一個很好的 學習上的一個課程的分享 這點是讓我們覺得說 蠻高興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地的產業 如果跟教育來做結合 瑞祖國小是一個非常好的榜樣 那當然平常當中也很多的 我們這些茶道的這些單位 他們會到學校來為小朋友來上課 所以我在這裡非常感謝這些志工朋友的一個用心 也希望說我們其他的學校 可以來類似我們這種學校 他的一個教學方式的這種不同的一個取得 來做一個很好的一個榜樣跟學習 所以在這裡也歡迎我們所有的家長 如果有其他各方面的這些專長 可以跟我們學校來多多聯絡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老師校長他們都非常樂意 讓我們的小朋友 他在學習上有更多的這種 學習不同的一個體驗 竹山是茶與竹的故鄉 而教育及生活 課程不應該局限在教科書的課本 因此瑞祖國小特別開設茶藝班 讓學校中高年級的學生 可以從小開始接觸茶葉文化 金軒他的特色就是 這個從我都有畫三條對不對 第一個是湯色 第二個是香氣 第三個的話是他的口感 所以今天你要用你的眼睛 用你的鼻子 還有用你的嘴巴 還有用你的心 好好地來品嘗 在前家長會長徐政階的夫人 熱心服務下 每週在固定的時間 特別前往學校 義務地為學生們上課 且慢藉此 能讓茶產業更發揚光大 我們想要讓我們茶香的那個小朋友 能夠走出自己的家鄉的時候 都能為自己家鄉的特色 就是我們的茶葉做一點基本的介紹跟了解 所以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會以我們自己的家鄉茶為主 比方說我們這邊是那個金軒的產區 然後有烏龍跟金軒這兩個品種 那大部分是金軒 那我們希望孩子在上這個課的時候 能夠跳脫傳統 因為傳統的家庭的話 一般的話都是以在培館裡為主還有製造 那希望孩子就是接觸這個茶道課之後 能夠認識茶的另外一片天地 我們台灣講真的就是 比較缺美學跟文化的教育這一塊 所以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會盡量把這兩個部分放在裡面 那我們之前有一組這個孩子 現在已經是在高一了 那一組孩子很棒 曾經得過就是我們南投縣這個茶博的比賽的第一名 那目前我們在做的也有兩位曾經也是 有得過那個最佳的那個茶藝獎 那孩子其實上了之後 有的小朋友他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他在家裡的時候也會跟家人分享這個泡茶 還有他泡茶的熱心得 那可能也會泡茶給家人喝 有時候甚至於因為我們是在茶區 那有一些小朋友甚至於就是 家人會安排他在客人來的時候 當這個泡茶的那個主人來奉茶給客人喝 學童一表示 在上完茶道課後 回到家中會跟家人討論上課內容 也希望未來能藉由自身的力量 讓茶葉文化能永續傳承下去 有時候在家的話 我也會找時間拿出茶道用具 然後跟著家人一起泡茶 讓家人都可以喝到我親手泡的茶 回家的時候呢 我也會跟爸爸媽媽分享說 今天在茶道課上了些什麼課 讓他們也能夠了解到我們上課的時候是怎麼樣的情形 我希望以後可以當一個很好的茶道老師 讓我的學生們也可以學到一個很好的茶道 一個很好的茶道的藝術表演 讓他們也可以出去參加比賽 然後得到良好的成績 讓我學到茶道的禮貌禮節 我感謝徐媽媽每天這樣子的教導我們 教我們怎麼泡茶 回到家中我都會跟家人分享 今天在學校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它可以讓我提升專注力在課業上能更進步 也能學習到氣質 瑞竹國小從十幾年前就開辦茶道課程 讓家鄉的茶場業可以透過學校教育往下扎根 因為許素霞對此表示肯定 並歡迎校友或前來竹山遊玩的民眾 有機會都能造反好山好水的瑞竹國小 相信我們今天來體驗的這些孩子們 有我們的高年級有我們的中年級 那時間會過得很快 我相信他對於瑞竹國小所留下的這些點點滴滴的回憶 對他們未來的一個影響絕對是非常深厚的 那當然對於孩子的一個發展 四種工商都是很好的一個取向 不過也很多的我們這些孩子們 年輕的青年們回到我們的故鄉 來做一個自查的工作 這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不過我覺得說只要你努力在我們的茶葉的 這一片的這種氛圍裡面去經營 我相信也可以闖出一片天 所以我們當地的技術一直在進步 然後茶葉的一個競爭也真的非常劇烈 尤其是外來茶 不管說大陸、越南很多的一些進口茶 衝擊到我們在地的這種茶葉的一個生存 但是我覺得說我們在地的這些茶農們 他們更加認真 如何把我們茶做得更好 把我們的茶園管理得更好 這些都是為了延續我們茶葉的一個神秘跟做茶人的一個精神 所以今天可以到我們的瑞族來看一下 這個看去很多的茶園 沿路上也看到一些茶園 都是我們在地的這些茶農們 他們一直很認真很辛苦在經營的一種最高的一個行業 因為做農人也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今天也在這裡非常感謝 我們在地做茶的這些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也讓我們的這些消費者 他們在很快在手上就可以拿到我們這麼好的一個茶葉 可以來分享喝茶的一個樂趣 所以在這裡送下歡迎我們這裡的好朋友 來到我們第36國 不要忘記在地的我們這裡是最好的 尤其我們這個古山茶 這是我們的烏龍茶等等 它的一個茶的一個品味 不是外來茶不是外地的茶可以取代的 所以在這裡感謝我們的校長 歡迎大家有空多多到我們的瑞族國小來看一看 來體驗一下百年建校的一個精神 跟體驗我們在地的孩子 他在這裡受課的一個喜悅 跟那種這麼快樂的一個環境 瑞族國小除了環境清幽之外 校方教學也格外用心 一掌和盛峰希望在學校用心的栽培下 所有的新興學子都能對於家鄉和學習教育 抱有更遠大的抱負 明日新聞 廖維林 專題採訪報導 學習教育 照理教育 做夢幻之中